大家好 升旗易得道 這是我們升旗易得道一個嚴正的聲明 也要 就著 10月16日 在萬城的中共領事館外面 發生的一場 跨境綁架 以及刑事毀壞 當然 另外還有一個涉嫌觸犯英國法例的暴行 希望英國政府撤查 整件事是這樣的 萬城的港人組織就組織了中共二十大當日 包圍中共領事館的行動 他們下午2時30分 中共領事館的職員 就說收到使館要求要拆除 大街上面習近平的畫像 示威者 就是根據英國集會自由 而畫像 是在英國領土上面 當然 任何人都沒有權拆除他 那是人家的私人財物 如果在香港已經告他刑毀了 你毀壞人家的財物 不單止是這樣 我們看到 使館派出了大約十多人 甚至乎有 防暴裝備 衝出去領事館 拆除這些示威者的示威物品 而且 帶隊的 還是中共的 大使 總領事 應該是 這個叫鄭希元 這個人親自指揮 他也親自動手 一腳就踢到天滅中共的 那個叫做伊拉架 就踢倒了伊拉架 那些伊拉架其實一腳就踢倒了 因為 他是卡住的 你一踢下去 他就縮起來了 不單止是這樣 他還親自指揮 親自部署 唆使他那些下屬 他就把一個英國的公民 露了進去中國的領事館裏面 這件事 是一種跨境的綁架罪行來的 因為人家是在英國領土上 在一個自由的地方 人家是有言論自由 集會自由 也有抗議任何政府的自由 你中共 基本上就是 進行一種跨境的犯案 你在英國的領土上殺人 你在自己的領事館裏面 活摘器官 人家也可能會干涉你 大家記不記得沙特 沙特的領事 在他裏面支解了一個記者 人家也要查啦 雖然美國人是投選記器 最終沒有 但是 你是不是可以這樣做 如果你說那個地方是你中國的領土 你在裏面 用AK47向外面掃射 那是不是英國政府也不能查 最重要就是 你中共的領事 自己有領事帶隊 帶了一班暴徒出來 一班特工的暴徒出來強行把一個英國公民 我深信 他應該是英國的公民來的 因為他是BNO 所以 你是綁架英國人 進去這個 中國的領事館 那裏是中國領土 沒錯 但是 你是英國的地方綁架 這件事 不可以就這樣算數 現在我們就 強烈要求我們升旗而得道 也代表我們的所有聽眾 向英國政府 發出這個呼籲 希望英國政府要嚴查這件事 要發辦這個中國大使 這個人 其實犯了跨境的綁架 你說他有司法豁免權 他可不可以在裏面 開槍出來射人 他可不可以帶隊綁架的人進去領事館打 當然是不行啦 是不是犯了英國法律 犯了英國法律 你英國政府也要執法 這件事一定要 嚴厲的去嚴肅的處理 要根據英國的法例去處理 是不可能走棧的 這個是我們的嚴正聲明 英國是一個崇尚民主 自由 尊重人權 有法治的一個西方文明國家 絕對不可以容許 這群共匪 在英國領土上殺人 更加不能容許在英國領土上犯罪 所以 英國警方 是一定要執行這個法律 當然可能牽涉到這個外交問題 就是把他驅逐出境啦 起碼要把他驅逐出境 把這個大使和他一群攝氏人員 全部列為不受歡迎人物 永久禁止進入英國 這個是我們的 強烈聲明 我們要說 我們要說 We seriously condemn the Chinese consulate for doing this criminal act in the UK We also take this chance to urge the police in the UK to review and to investigate what happened on 16th of October We also take this chance to urge the UK government and try to expel those if they have got foreign immunity to expel them immediately in order to protect citizens and residents in the UK Thank you for your attention